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行啊你 打个喷嚏按和颤三颤啊 按和这条小和 是不是成不下你这条大脚龙啊 刘书记 是我的错 管理不严 我是真没想到 这孙连秋 怎么会带着一帮工人 跑到夜市上闹事去了 真不像话 有你想不到的事吗 说来惭愧啊 我四海厂一个龙头企业 竟发不出工人的工资 话都说不出口 可刘书记 这也确实是实情 你看我们四海厂 一再被减产停工 眼下 确实借不开锅了 借不开锅了 你这表挺漂亮 挺贵吧 这不贵 也就是一二十万 你他妈有钱给自个儿买表 你没钱给工人发工资啊 把公司给我发了 该补的都给我补上 要不然我让你吃不了肚子走 这还 这什么这 赶紧执行啊 试试 我告诉你啊 你也就碰上人家康书记这种人了 大人大量 人不跟你一般见识 要是换了我 我非让你去居留所啃几万窝头你信吗 废话少说 马上执行啊 刘书记 您怎么处理我 我都接着 可四海厂不能老这么关着呀 不光是我们厂利益受损失 国家的利益也受损失啊 让你关厂子了吗 让你关了吗 没有啊 人家康书记说得很明确 让你们暂停生产 就嫌你酷是不是 暂停生产 听明白了吗 进去看看去吧 康书记 康书记 丁宝会人来看您来了 康书记 康书记 我实在对不起你 让您受这么大的苦 都是我不好 康书记 刘书记已经狠狠地批评我了 我完全接受 确实是我的不是 另外您不追究我跟孙连秋的责任 我也非常感激您 我谢谢您 康书记 我原来说过 我们四海是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企业 这种事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了 另外 有关职工的待遇问题 我也会尽快地解决 绝不给咱们安克县造成任何的动荡 您放心 病人的审知还不是很清楚 你们有话快点说 好 康书记 您好好养病啊 那康书记 我们去了 老丁 人家康书记不计较你啊 算你万幸 徐准 你看走眼了 康书记那样是装的 我看走眼了 他什么心思我不了解啊 我这个办公室主任啊白混了 康书记 他们走了 走了 你配合得真不错 把这东西给大家分了吧 谢谢康书记 我吃了上火 你还学会演戏了 你知道市里面怎么传吗 说是刘仲暗中捣鬼 让孙联秋把你给打残废了 我快吓死了 所以嘛 我们俩就将棘究竟啊 索性我 我就躺下呗 你 陆忠仲暗中捣鬼 四海长老子问题解决了 还保证以后不再利用工人 你算算 你算算这一只鸡鸟 看把你们能的 你们俩不打了 我们俩什么时候打过来 我们俩就是 对安和的发展理念不同罢了 他怎么说 不服 接着跟我打赌 他 他还打 对啊 还打 你说他这人怎么 就他这性格啊 让他这么快就接受我的想法 真的难 不过大势所趋 早晚的事 不过大势 不过大势 对 对 这人啊 和工人的情绪是实际存在的 厂子进攻啊 日子越来越困难 那情绪很容易波动 柯源 四碗杨康 他娘的 你说这姓康的把厂子一请 倒霉的还不是咱们几个案 可不是 是 这些老板们 总算有理由啊 欠的工资 他们就像挤牙包似的一点一点给 就连开兵的钱 也不管了 这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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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这是县位书记 他根本就没想着咱老百姓的死活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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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 一长 一长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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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康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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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让我们复工吧 你看 今天让我们来体检 我们又误了一天的工 康书记 求求你了 让我们复工吧 康书记我们得挣钱养家 我知道大家都是端着焦化的饭碗 现在厂子一关 大家饭碗没了 老实讲我心里也 也实在是过意不去 可是 怎么办呢 是吧 现在大家都看见了 这个病肯定是污染造成的 那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 端着那碗 独米饭 我不提醒你们吧 是吧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 透支自己的姓名呢 那我就是罪人 那么以前呢 县里边在这方面的工作啊 做的有欠缺 我由衷的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康书记 还有一个好消息啊 县委县政府已经决定 启动了一个紧急救助计划 县财政拨出专款 设立了安和交化职业病治疗康复基金 抗粉基金 抗粉基金 这个的话 花钱就少了 对啊 与此同时啊 社保局也抽掉了专门人员 督促企业落实每一位职工的社保和医保 好 我想这样双管齐下嘛 就有可能解决你们的后顾之忧 怎么样 好 好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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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师傅 赶快去体检吧 大夫都等了半天了 好 好 好 你这下可以安心了 走吧 换药匙 我换什么 你的头啊 我换药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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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punk 我换药匙 我换药匙 好 我换药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这不是路纯吗 我刚刚还跟那个康书记说呢 康书记说你一会就会过来 来这么早 派院长 本来呀 我对跟你们合作这个项目 不包很大的习惯 我也很遗憾 安和的污染这个太严重了 根本不符合我们产品品质的要求 没想到 你们这么快就对污染企业 动了大手术 让我很震撼 安和这颗真谛啊 无事不能丢 那我们也不想丢你这个项目 这样路老 我们会尽快把这个条件给创造好 到时候再去请你过来 你看如果说条件成熟的情况下 咱可以先把合同签了 这不行 因为你们置物啊 也是刚刚开始 刚刚起步 等你们把置物的这个措施完善 负责于行动有了结果 这才真有意义 清姨也能够理解这一点 这个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反正我们尽早地合作 好 这样 我带你去见一下 好 走 好 走 好 走 爸 还疼吗 疼 最要命的是 爸爸从今以后破相了 康乐以后就一个 长得特别难看的爸 还笑 你不知道家里人担心啊 怎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啊 别是 哎呀 签字仪式怎么样 转移话题 王县长把那合同交给我的时候 我觉得他就把命交给我了 那本来是刘同志要去签字的 和老王妃的要去 因为他的心情我理解 哎呀 哎呀 爸 你们真没劲 说好了这家不谈工作的 爸 你先犯规的啊 我要罚你 那 好不好 你又要让爸爸买什么 我想要一个苹果 一个苹果 你要是啊 那我们吃什么呀 哎呀 爸 你太奥特了 我说的是手机 手机 不行 不行 咋不行啊 还得不行买个手机 你们两个舍不得花钱呢 你们俩就是空门的 这 这跟空门没关系 刚陪我一下拿一手机干嘛 喂啊 再来 老刘啊 你没事的吗 是您一块睡点吧 不不不 我吃过了 我找老康谈点事 你出来吧 怎么了 下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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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你蛤 called 哇 怎么啦 你瞎 瞎 瞎 这呀我好不容易在家吃这 Chat 干真饭 你吃什么饭 帮我拽在这 干什么呀 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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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站过来 站过来 怎么了 站好了 靠平生 我傻行吗 你比我聪明行吗 你可以把我当胡耍呀 你不能把安和的老百姓 当胡耍呀 你说什么呢 你给我装糊涂是不是 揣得明白装糊涂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把那个焦化厂砍掉 你给安和开了个什么药房 是个毒药 你知道吗 我明白了 你说的是文艳这个相关 你看看 靠平生 当初你在林松市引狼入室 怎么着 你现在又把这祸水引到安和来了 你安的什么心呢 你还置屋 你置什么屋啊 我发现你是这儿 这儿都有屋 你跳下去 提醒我 不 不 不 我 你让我跳下去之前 让我把话说完 好吧 你跟你前妻的事 你最清楚 好家伙 刚才我到你们家去 一家人是推杯换展的 搞庆功宴是不是 我告诉你 你骗了我 骗了林小兰 骗了全市人民 只要有我刘仲在 我绝不让你得宠 不 文文 你干什么 我回家 那我怎么回啊 游过去 你什么事 你真 对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妹子 咱们都让那康兔崽子给涮了 裸官 典型的裸官 她跟文艳那是在演戏呢 她先让文艳到国外啊 把那路子给蹚好了 然后以外国专家的身份回来 靠着康明生的势力圈下地盘 你知道干什么吗 发财呀 然后人家国外一躲大富翁了 人家幸福美好的小生活过着 还有你什么事啊傻妹子 你可长点心吧你 你想想你自己以后的日子怎么办呢 一天吃心受了那么多的苦 都喂了狗了 你也不小了 你别每天瞪着俩大眼睛扑伸扑伸的 正事也不想 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啊 我这不听着呢吗 听着了 那你表个态呀 你心里怎么想的呀 没怎么想啊 康明生 康明生 他要娶我了 恒事我在这儿造谣声势 无理取闹是吧 好 我不说了 我走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句话啊 有一天你吃苦受罪的时候 别忘了姐姐今天跟你说的话 别说姐姐没提醒过你 年轻啊 太年轻啊 没药可救 诶 喂 喂 喂 你好 刘市长 我 我 您说 好好好 那我那我马上想办法赶回去 来 好 您放心 老乡 打我一顿好吗 来 好 谢谢你啊 这边 谢谢 谢谢 康叔姐 我在成熙的四三四店那个保养车呢 去市里 好好好 好嘞 我马上到 好 跑哪儿钻起来 一身善味 我说我搞你啥 我一直以为 你是一个很稳重的干部 你最近怎么了 怎么竟干些个不靠谱的事啊 您 您说的是哪件事 装什么傻呀 你前驱的事呗 我说你怎么那么糊涂呢 你说那个文件吧 在林松的时候已经给你捅了个大楼子 现在又跑了 安赫 咱且不说她该不该来啊 安赫 可是你让人家林晓岚怎么想啊 我警告你啊 靠民生 你要是对不起人家林晓岚 就算老书记不说话 我都不答应 刘 刘师 这次不一样 文件这次带回来的项目啊 省农可园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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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给我扯远了 这材料我都看过了 我现在跟你要说的是 这人言可畏 你得懂得把握分寸 学会保护自己 谢谢你 就是有的时候老是老是忘了 想不起来 想不起来也得想 这工作嘛 要讲究一些个方式方法 别到时候那事还没干成 那新弄得满城风雨 行 我记住 我告诉你啊 我可不想 最后把你弄成一个顾家寡人 要工作 也得懂生活 这是不是 行 我记住了 那咱们还是说正事了 说完了 就这个啊 对啊 我关心一下你的个人形象不好 对 对 对 丁总 徐主任 你们怎么来了 来看看 快快快走快走快走 我听徐主任说啊 你又别挂了黄牌了 徐主任 咱们俩真是难兄难弟 来丁总 你喝水 学学 这一月的分子钱 又没交过是吧 谁说不是呢 谁说不是呢 把我买水是跑了 可是这账跑不了啊 我这个月就是砸锅卖铁 也给不了了 这小子真够贼的 他跑了 这点难事啊 全落你头上了 说起来 你们真不容易 你瞧瞧人家 伸不动绑不摇 就是因为上头有关系 安和的底盘就成人家的了 嗯 没关系 级别人 看到了 优优独播剧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先说吧 我说啊 那我先说啊 乡政府的大理支持下 别说话 没关系 来听我说啊 在乡政府的大理支持下 我们在上岭村建立一个红枣的育种基地 希望我们用新年辛勤的汗水 换来今后大丰收 然后我们的效益 个人效益也得到大大的提升 伯长 都停着 文艳同志是要 来带着我们大家致富的 怎么了 伯长 快 没事 没事 来 我来说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们这块土地是一块非常特别的 非常富有这块土地 怎么回事 想干什么呀 我就想问一句 就这位文同志 是不是前几年 去林松推销国外种子的那位文专家呀 要不是他呢 我就带领村民们热烈欢迎 要是他的话 我这巴掌可就拍不响了 哎 哎 哎呀 烦死了 烦死了 我也被你烦死了 我说你啊 真是的 你串着的文艳把那个科研项目弄到了安和 但弄去了 自然而然就有人会说 他们是在开夫妻店 很正常嘛 说就让他说去 你烦什么呢 烦死了 烦死了 康明生不像话 实在的不像话 离了婚了嘛 还继续跟他前行 什么时候见了 我要好好好好的修理他 哎哟 谁要听你说这些啊 爸 你就不能帮我拿个主意吗 我都气糊涂了 没主意 所以你只会在旁边笑话 你是我亲闺女我干吗笑话你 别人说明生和文艳开夫妻店 他们俩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 你要是不帮他们 那文艳的项目还怎么被安和的老百姓所接受啊 这事啊 我还真没法管 我送你一句话 解铃还需系铃人 您是说我 自己相见 谁啊 哎 起了吗 起了 起了 正好 来来来 不好意思 我太喝多了 谢谢啊 你谢我什么呀 我告诉你 昨晚是康律生那小子伺候你啊 看人呢 人 是不是刚刚给你熬了个粥 熬完粥以后再走了 趁热喝吧 不错 我跟你说啊 昨天的事别去想了 跟他们医生走的时候跟我说 说你喝完了粥以后把你送回去 这个地方你别管了 有我们的 老帕你说我是不是特别没用啊 什么话 你是个专家 国家的院士都说你那个项目非常好 你要说你没用的话我们怎么办 我中低取得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我骗你干什么呀 我还用说点话 走 走 咱走 干嘛呢 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好项目 我们就应该坚持 我知道 老百姓是对我有意见 我相信我一定能说服他们 坚持好项目 一定要坚持 你跟我去一趟 行 好样的 咱们 不 你得先把粥喝了 喝完了粥以后 把自己倒置漂亮点 倒置漂亮点 倒置漂亮点 让他们看看 好 好 就行 这里 섞 Ми 我们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蛋 你什么情况 不是说让你们去上岭吧看名医生呢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其他是呢 他们还在上岭呢 我说二蛋 二蛋 你小子就知道偷奸耍花 是不是 咱们厂子情况你不是不知道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康明生是为了要开夫妻店 拿咱们交话企业开刀 咱们厂是第一个挨刀的 这要上里成了什么基地了 咱们厂子日子就得倒着数 你看着 你现在可以倒着数 你说什么 什么意思 你那个妹妹和那妹夫 还有那文专家 挨家挨户做宣传呢 连老支出都被说动了 现在在哪里面开会呢 好像大家都同意签合同了 你说什么 您别生气啊 吴厂长 这样 你什么 我还想把那合同签了 你也想签 吴厂长 你别生气 咱们厂子兄弟不都是上里人吗 文艳说了 如果我把合同签了 我们一家一年的收入能翻好几番 而且吧 也不用闻那个厂子里的毒气了 所以吧 咱厂的兄弟们托我给你带一句话 大家伙都想自工了 你怎么说什么 您别生气 其实也不是自工 现在厂子不已经停工了吗 我们走了吧 省得给您添负担 我们一走 您就不是清静了 滚 你怎么滚 你别生气 滚 大家可能不知道 咱们这块地是一块风水宝地 大家想想看 其实我们的枣树 我们没有怎么去管理它 但是我们接下来的枣就又大又好 同样的枣 在别的乡就没有我们这儿好 所以我是希望 我们能多多种我们这儿的枣 然后到时候 不光是中国人能尝到 让外国人也尝尝 我们这儿这么好的枣 大家想想看啊 那个时候我们的枣 不是论框卖 也不论金卖 我们论磕卖 一磕一磕的卖 温正月 你说笑了 我卖了一辈子枣 从来没听说过论磕卖的 金枣啊 我们这儿就是金枣 我们就要做到一磕一磕的卖 好呀啊 热闹呀 怎么这么热闹啊 还有这么多彩琴啊 枣苗培业 妈妈 你干什么啊 喝血咬了咬了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啊 你干什么啊 在 打我 干什么 那你跟我回 你跟我 兄弟们 你们别在这儿听大家胡说八道 你们知道答应谁吗 走开 不行 你跟我走 你快跟我回家 你跟我回家啊 别停住了 我告诉你们啊 这个女人她就是个丧门星 想当年林松仙 就是被她弄得血泵如归的 今天她又跑到这儿来祸海 咱们胡道里来啦 不可能吧 不可能吧 老师说 你也被她给骗了 乡亲们 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道这女的是谁吗 她是咱们现在县委书记 康书记的老婆 康书记厉害啊 手上有权有势 关了我的厂子 封了我的门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要给她腾地方 她没有开夫妻店 康书 你少在这儿胡扎打架 我告诉你 你这么说康书记和文博士 你得遭报应 你把我给我滚蛋 这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你以为你谁啊 你不就是康书记的狗腿子吗 哥 你说什么的 别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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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当时能不能控制一下自己啊 控制一下自己不知道吗 能不能 如果当时我带你给电话 什么事都不会有 这要是出个三长两短的 出个三长两短的 你说我怎么跟康明生交代 怎么跟老温头 吴学心他现在人呢 派出所呢 这次要判的话就判得了三年五年呢 这次不能怨我吧 只能怨你哥哥自己往火坑里叫 他活该 还有你 要打架一边打架 文博士要不是为了保护电脑 能摔下去吗 来 文博士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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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你没事吧 破相了 破相啊 破相还行 刚开始我也挺害怕的 我以为你睡成什么样 就破聪明了 没事就好 这也是我跟上领的缘分吧 文博姐 你看这都怪我 我要是早点把李教授叫回来 你就不会这样了 这样也挺好的 那放心了吧这回 回去吧 我送你回去 行 我干吗回家呀 我得一鼓作气 刚才乡亲们热情可高了 要不是吴学军来捣乱 合同都签完了 你都这模样了 怎么一鼓作气啊 你更得一鼓作气了 吴学军呢 是 派出所 请不着我来打 放心吧 我能去看看他吗 这 这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这一跤不能白摔啊 行 好 让我去 我来 我没那么金贵 走了啊 我去看看 赶紧扶着 拜拜 你就让我去吧 慢点 没事 不放心啊 那我跟维燕姐去看看吧 让谣言不攻自破 好